二早上九点半TVBS直击海军成功级巡防舰从七东港迅速驶离 气氛实在不太寻常 因为中共一早宣布环台军演三天 两个小时后股防部揭露早上六点到十一点 四十二架次共击扰台 其中二十九架次越海峡中线或进入西南空域 我军也监控到八艘次共舰 股防部随其发影片展示我空防也谴责共军 据悉三军一早提升加强戒备 政府主官也不得同时离营 更首度曝光五日监控中共煽动航线画面 之前只有公布照片 现在释出动态影片 要给队外看的是我情坚争能力 借此安抚国人民心 公寻喊出联合战备警巡 纳入海警船亮能 我海巡速速回应 目前已派遣各式巡防舰艇 采取二对一协同二控与应对 队外宣称海巡06对小三通客船实施监护 海委会主委管碧林随机贴我海巡反监控照片打脸 对于中共军演 国民党发行港强调坚持捍卫中华民国 并喊话近期各方努力和缓 两岸紧张情势的努力 更不应该就此被抹杀 至于刚回国总统延续外交接力赛 设言款待美国众院外委会主席迈考尔访团 今年面对威权主义不断的扩张 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更加的重要 小心拿捏至此时为直接提提中共 倒是迈考尔话说得很白 另一头美国第7舰队公布 尼米兹航线在东海演讯照片 国务部长邱国阵周四曾证实 尼米兹号距离我东部400海里 美军称中共对台恫吓公布 十几点很巧合也似乎别有用意 TVBS新闻刘智产 刘智亭听听听听听不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